拿著手上的圓盤 跟著電視牆上的影片做舞動這樣子 大型互動裝置慢生奇境 藝術家從一株慢生植物作為靈感來源 邀請觀眾走進作品中 拿起各種物件互動 找尋自己的特殊經驗 第25小時 一天有24小時 如果多出一小時 日常生活或者生命軌跡會有什麼改變 藝術美術館首檔國際展覽 第25小時 邀請了法國 德國 香港 日本 韓國 總共17位組藝術家 藝術家藝術家 藝術家藝術家的特殊生命經驗 帶領觀眾遊走探索不同時空 在這次的策展 我們邀請了七個國家 以及17位的藝術家 他們都非常具有實力 像我們這次也有去跟黃蜜杜借展 還有就是也有請那個專門 曾經我們有一個日本藝術家 他其實是代表日本去參加 威尼斯策展 也都非常的感謝他們 能夠這次來一起 來我們基隆 展現這樣一個國際不一樣的 一個藝術作品 兩位策展人 林玉娟 黃玉潔 和是多位藝術家 之間談話 談起經歷過一段 特殊的生命經驗之後 延伸出另一個時空 其實在這幾年 不管是天災人禍 或者是各種災難疫情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的生命軌跡 都產生了不一樣的變化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第25小時 好像是在這個時間跟空間裡面 可以來詮釋的這一個主題 那我們其實希望這個概念 它其實是一個跟全球性的概念 它不但再是發生在台灣身上 所以我們才邀請了這麼多 不一樣的國家分別來自於歐洲 然後也包含很多亞洲的 藝術家共同參與 這場第25小時 除了有策展員專場導覽之外 還規劃了專家導覽和活動 其實都是比較互動式的 互動式的作品 比較沒有可以說畫作啊 書畫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好像來美術館是來玩 基隆美術館首檔國際展 第25小時 今日期展出到12月1號 歡迎民眾前來欣賞 藉此思考自然人類身體 空間之間的互動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在外面前面一點嗎